你知道吗?在用餐时大量长期的摄入钠将会增加我们患上一些慢性病的风险 这些病呢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骨质疏松症、肥胖症、肾结石、甚至呢包括癌症 盐当中的主要成分呢是钠 而盐在我们中式料理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 接下来就要教给大家如何在吃饭时减少盐的摄入 当我们在中国餐厅吃饭时你可以要求店家少放一些盐少放一些味精少放一些蚝油或者其他的调味品 或者你可以直接要求店家把调味品直接摆到你的餐桌上 当你想吃的时候再往里加这样就不会加的太多了 那么当我们在吃一些有汤底的食物时最好不要一口气把这些汤都喝光 因为当中盐的成分实在是太多了 或者呢您可以在当中加入一些水稀释以后再来进行食用 当然在吃饭的时候呢最好多吃一些白米饭 少吃炒饭或者炒面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健康的调味品 柠檬草 柠檬草 柠檬 姜 蒜 芹菜 洋葱 葱 还有五香粉 荷兰芹 百里香 以及八角 还有茴香 月桂叶 薄荷 以及中式的草本调料 现在你知道了吗 我们在青春城 柠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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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草